很多時候我們感覺到 身體懶洋洋 累累的 這時候你一定會直覺 應該是我心臟的問題 但小心 有可能是因為 你的腎臟病面所造成的貧血 真的 像這個37歲的女生 她其實蠻早就診斷出腎臟病 那你也知道台灣很有趣 有些病人一旦診斷出什麼病之後 她就覺得我一定以前 飲食都有問題 我現在要徹底改過自新 所以這位女性就決定 她完全不吃蛋白質 我的天啊 你不吃蛋白質 對身體影響可大 可是她可能有一些蛋白質 她也是有吃的 她不知道那些東西有蛋白質 比如說飯 她可能覺得沒有 可是有 可是她就這樣吃了幾年 後來突然間覺得 可是最近幾年怎麼常常覺得很累 然後覺得整個人很懶散 甚至有時候都只想 吻在家裡都沒什麼東西 不想動 對 然後甚至會頭暈 她就想說是不是我不小心 不小心吃到什麼東西 讓我的腎功能又惡化了呢 後來去檢查才發現不是 事實上是因為 她其實有很嚴重的貧血 是貧血造成她這一系列 包括她覺得很累 很懶 而且頭暈 那她是因為已經知道 自己現在有狀況 不吃蛋白質 那另外一個62歲的婦人 這就更像台灣人平常狀況 她是根本不知道 這有什麼狀況 是這幾年開始覺得 有時候覺得會心臟會 然後覺得走路也會很喘 每天都累累的 痰在家裡 大家就覺得 她就說我一定是老了 心臟沒力 對 台灣人這位 這就是心臟沒力 然後不對 什麼越來越累 而且甚至有時候嚴重 她頭暈 站不住 有一天 終於在浴室摔倒了 這不小心 一摔就摔斷了大腿骨 這很嚴重 進到醫院才發現說 不是因為她年老體摔 不是因為心臟沒力 她根本就是腎臟早就出狀況了 而且她合併有很嚴重的貧血 所以腎功能有問題 合併很嚴重的貧血 造成她這所有的症狀 更慘的是 這個年紀老人家摔斷大腿骨 這是大事 對 因為一開始沒有注意到 誤判以為是老化 結果這一誤判 讓你的身體更難恢復 對 我們想問一下方醫師 我們以前說 一個人腎臟不好聽說就是 你可能有蛋白尿 對 或是小變量 甚至慢慢變少 一些毒素排不出去 身體變水腫 是 這個腎臟病跟貧血 有什麼相關性 對 因為大部分會把腎臟的功能 放在排除毒素 排尿 那不好就會高起來 那事實上很重要 腎臟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製造紅血球生成素 所以這個荷爾蒙會從腎臟製造出來 再到骨髓去製造紅血球 那在腎臟不好的情形之下 我們就會看到 尤其是慢性化以後 就會看到貧血 對 所以腎臟的不好程度越高 它的貧血就會越嚴重 這有一個正相關的關係 所以其實腎臟的功能 除了排毒 它其實有製造血 就是紅血球的功能 另外尿毒的情況之下 它的紅血球的壽命會減短 本來120天可能變成80天 是 所以它也會因為這樣子貧血 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因素 它可能也比較容易 食育不佳 對 食育不佳 它的除了因為生成素不夠 製造不良 還有它的來源 它的原料也不夠 還有就是它也容易出血 它比較容易出血 所以綜合這些原因起來 其實腎臟不好的病人 尤其是慢性的 它在貧血其實是很常見 很容易發生的感覺 其實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們一般講貧血 大概就幾個原因 對 像女生的話 可能就是因為月經的周期 沒錯 像你的腸胃道不好 可能是胃出血 所以一般貧血就是 失血過多 不管是從哪邊失血 另外像我講的配破壞 就是像有人可能肝臟不好 造成皮脹腫大 可能就會造成一些貧血的問題 但是說比較常見 是血小板變少了 不過像剛才方醫師講的 你腎臟不好 你紅血有時候壽命就會變短了 所以等於被破壞了就變多了 好 另外就是剛剛講的 紅血有生成素 腎臟會產生紅血有生成素 那你腎臟不好 你產生的產量就變少了 當然很容易發生 貧血到底對人有什麼危害 血色素下降1 死亡風險增加18% 很高 如果你血度低到9以下 死亡風險增加2.11倍 長期貧血真的會影響心臟 因為長期貧血的話 你血紅素不夠 心臟做工就要做比較多 所以久真的會心臟衰竭 林醫師你真的遇到過 有人因為貧血造成心臟衰竭的 對 其實貧血 其實我們要探究它的原因 為什麼貧血對心臟就這麼重要 因為幾乎所有貧血 有一半都會來找心臟看 因為一開始他就會覺得很喘 我們都知道 血紅素它是攜帶氧氣 它是攻擊所有的細胞氧氣 所以如果你的貧血 就是你雄素不夠的話 你的氧氣就會缺氧 你的細胞 你的組織都會缺氧 這時候 你的心臟就會發現說 你的器官缺氧 我要打更多的血液出去 攻擊你 對 你要虐待它 你就是abuse這個心臟 心臟就長久而久之 它就會衰竭 所以我們在心臟衰竭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貧血 貧血 對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個40多歲的一個女性 這次他的先生帶他來 他說最近他坐家事都好喘 他只要走一點路他就很喘 我就坐下來 我就喜歡多看他的醫院 尤其是年輕女性 比較開玩笑 就是我要看查菸官社 因為大部分這樣的一個貧血 大部分都是因為 可能是女性的一些 婦科的疾病造成的 所以我幫他驗了血紅素 結果發現他只有4.9 4.9 太低了吧 很低 超低的 剛剛想說正常是11到16 他只有4.9 所以他不到一半的血液 吸氧量就減少到一半以下 所以他就變得非常的喘 所以他變得我跟他講說 那為什麼這麼嚴重的貧血呢 年輕女性大部分都是婦科的問題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婦科有沒有問題 他才慢慢的說出來 他說其實他有一個子宮肌肉 一直在初血 那時候他跟他婦產科醫師有討論過 他都已經40幾歲 快更年起了 就不要開刀 再撐幾年 沒有人喜歡開刀 他就說我就可以再撐幾年 就不要開刀 那會不會就可以就這樣子 就不用開刀 那我就跟他講說 可是你現在血紅素只有4.9 他以前有貧血 他也知道 他以前大概跟我講大概8到9左右 他都吃鐵雞 那結果他這個量實在太大了 那個肌肉越來越大 那我就說你一定要先去處理肌肉 不要等到更年起 因為你不處理肌肉 等到更年起的時候 你心臟線壞掉 對 所以我跟他講說 你要先攪認貧血 找出這個原因 當然就是他子宮肌肉 所以後來他把子宮拿掉 補了血之後他就恢復了 其實很多女生都有貧血的問題 但是因為你知道嗎 人體是一個很奇妙的動物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體的適應性其實很強 你看很多人血紅素7啊8的 其實他平常是臉部容器不喘的 對 除非做一些雞的運動才會覺得喘 很多人看到重要 我們叫他吃鐵雞 或是叫他去矯正他有什麼原因 他們都不願意 因為就覺得我沒有症狀 但是就好像剛剛李醫師講的 你的心臟 因為要彌補你這個貧血的問題 他要多做工 你久了之後 你心臟一定衰竭得別人快 這邊更告訴你 血紅素長期小於久 你的死亡風險就是增加了2.11倍 所以有貧血還是要努力去矯正 今天只要告訴各位 心跟腎好像都一直在互相影響 所以廣告之後 就叫你再做一道料理 來顧你的心聲喔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請記得按讚喔 請記得按讚喔